這位大男孩 陳柏如從小就重度聽損 但他卻用聲音創造了奇蹟 他透過AI改良傳統助聽器痛點 開發出獨有的多人人聲分離引擎 連科技大廠也參與生產 要搶工每年至少七千萬個助聽器 商機超過80億美金的市場 而在新竹這家新創團隊 2016年獲得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他們開發出仿真人下肢的 外骨骼機器人 讓脊髓損傷者穿戴之後 能藉由感測器的指令 重新站起來穩健跨步 因為醫生已經告訴我 我的下半身就是用輪椅來行動 只能做的那種絕望 那到我之後又會可以藉由輔具 讓我重新站起來 那種心裡的心靜開心 那種完全是不一樣的 雞髓損傷患者大部分透過輪椅 來幫助行動 而在這科技時代 竟然可以透過仿生機器人 再次站起來 穿戴仿真人下肢的黑色金屬骨骼 他是生命鬥士 淑田總 幾年前因為一場車禍 脊髓損傷 如今輔具讓他有了鋼鐵身 更有鋼鐵心 重新站立找回高個的視線 自信跨出穩健的步伐 其實他的穿托很方便 那他的操控也很簡易 那光是這兩個優點 就讓我就是在活動上 跟這個靜兒的運動上 我會更想要去運用他 就像是真實的雙腿 舒天總使用這一套科技輔具 已經五年時間 不但重新點亮人生 也為他完成許多夢想 我的結婚典禮 我是穿著他跟我的太太 一起走入紅毯 那未來的話 其實在接下來的話 我在明年也會有一個 畢業典禮 我的碩士學位的一個畢業典禮 那更可以穿著他 來去接這個時候 這個撥稅 領取畢業證書 而不是坐著輪椅去這樣 讓生障者找回人生的美好 幕後推手是新竹這一家 新創公司 也是華人第一家 智力發展外骨骼 仿生科技品的公司 仿生機器人 更已經開發到第三代 這邊的話是 這邊就是 它的髋關節跟膝關節 這邊都有 裡面都有馬達 跟一些機械的傳動系統 那我們用的是最薄的這種模組 所以可以造成它的體積 可以比較小一點 所有的這個關節的動力 都透過這個馬達 產生這樣的動力 協助他們做站起來 做下新仇的動作 透過AI累積步態數據 以及演算步伐快慢 機身更設置感測器 把關使用者的安全 機器它會去偵測說 你現在的身體的姿態 是在一個安全的重心範圍內 如果是的話 它才會啟動下一步 也就是說如果你越能 習慣用這個機器走的話 它的啟動就會越來越快 在機械裡融入人工細膩 烏正華原本在工研院 從事衣材機器人研發 也希望自己的專業 能幫助家中行動不便的長輩 自己的家庭有長輩 遭遇到一些情況 當初就很想說 這個開發的技術 是不是能夠有廠商承接 去做生產 有天我可以買這個產品 給我自己阿嬤用 後來就是來不及 阿嬤可能她身體不方便 然後身體代謝不好 就因為一些其他的生病 就突然就過世了 即使最後沒辦法幫助到 自己的家人 但他還是希望來得及 造福其他失能者 第一代機器人 先從台大醫院 開始臨床研究 第二代問世後 則從機器人大國日本出發 當初我們就找了一個醫師 他在佐赫 那他的醫院裡面 有八款的衛武格機器 有上肢跟下肢 那我們就帶著我們自己 設計的東西去給他看 然後馬上獲得他非常高的評價 那他很快的就希望能夠導入 在日本佐赫大學醫院 開始臨床試驗後 就在2016年獲得 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有了這個信心加持 胡振華積極布局海外市場 在去年度拿到了歐洲 就是CE Mark 可以在歐洲開始銷售 你也拿到了TFDA 所以相對的也可以進到東南亞 大家像因為這個 在日本建立著這個口碑 所以讓我們在去年 一整年快速的擴展到 現在就是有18個點這樣 計畫造福全球 七千萬名身障朋友 包括鋼鐵醫生許超燕 還有許多令他難忘的使用者 我記得有一個對婦女 她的女兒是兩歲多 她就因為生病不能走路了 這個女孩後來二十出頭歲 那有一天我們遇到了她 然後我們就協助她秘密訓練兩天 然後安排了她父親 她父親看到女兒站起來走路 然後走向她給她一個擁抱 這是一個非常溫馨 非常感動的時刻 一幕幕感動畫面 對吳振華來說 就是最珍貴的反饋 透過科技創造奇蹟 讓生障者一步步 走往自己想要的方向 創造生命的希望和價值 不帶竹聽器的時候 他就是在一個非常安靜的世界 帶竹聽器之後 其實所有外在環境的聲音都進來了 透過我們的技術我們可以把噪音壓得非常低 讓最主要的人聲提升出來 戴著眼鏡的斯文男孩 他是陳伯如 從小就重度聽損 但長大後他卻靠聲音創造奇蹟 透過AI開發出獨家的多人人聲分離引擎 這個是我們的一張就是在實驗室的一個數據圖 藍色的部分是真實的聲音 那紅色的部分是我們抓出自己聲音的一個屏幕 其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是說我們把自己的人聲分開來 為了協助聽障者擁有更好的聆聽體驗 還更進一步在短時間內分離出最主要的人聲 可能麥克風收到這個聲音 然後再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講嘛 然後麥克風收到再放出來 這個的差異只要在10毫秒以內 人都聽不出這個差異這樣 超過10毫秒之後呢 就是人會有一點點 就是你自己會感覺到 好像有一點時間差這樣 陳伯如患有先天聽損 從小到大都與助聽器為伍 但是傳統的助聽器不但昂貴 還有讓周遭的聲音都一起放大的缺點 小時候就是剛上學的時候 其實我會很常發生到 就是說我因為沒辦法聽得很清楚 同學在講什麼 或是老師在講什麼 導致我就是會在這方面有蠻多的挫折 那我也會常常問自己說 為什麼我就是那個 非得要帶助聽器的那個人 所以我常常會發生一些摔助聽器 或是一些暴怒的狀況發生 想改良助聽器的念頭 一直在心裡萌芽 長大後也當上工程師 把理想付諸行動 集結一支專精AI演算法的團隊 陪伴他長大的哥哥 也義無反顧地幫助他 他有這個想法 然後我也覺得 這是他長期以來想做的事情 那我也覺得就是當時是 就是美國的這個 OTC助聽器的法案開放 我們就決定要就是做 他們將開發出的 多人人聲分離引擎 灌進電子訊號處理器晶片 參加了科技大廠 舉辦的第一屆新創競賽 在一百多個團隊中脫穎而出 我們當初的策略是說 透過這個比賽 就是達到冠軍 同時我們也成為高通的 商業合作夥伴 那讓我們這個技術 可以讓全世界的廠商都知道 原來台灣有一家這樣的一個公司 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讓團隊更意想不到的是 原本為了助聽器 開發出的這套系統 如今還有耳機廠商找上門 讓他們更有信心走下一步 那接下來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其實我們這樣的一個 多人聲分離引擎的技術 其實不只可以幫助人聽得更好 我們同時也可以幫助機器聽得更好 那其實在那個引擎的一個潛力 是非常無窮的 那就是等待著我們去挖掘市場 透過技術造福更多人 無論是不是聽障者 成了陳柏如和夥伴們奮鬥的目標 更希望讓全世界都能聽見未來